前陣子,日本政府拍板定案 決定未來要把福島核電廠裡 經過處理的核廢水排放到海洋中 引發了極大爭議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日本核廢水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日本政府之所以會做出這個決定 主要是因為,311大地震的時候 福島核電廠的廠方被震出裂縫 使得地下水不斷滲進去 雖然負責東京電力公司在事發之後 做很多的應急處理 但這個仍然沒有辦法完全阻止地下水跑進去 目前,每天大約會產生92立方公尺的廢水 旁邊這個儲存槽已經累積了超過125萬立方公尺 相當於是500座奧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 預計會在2022年秋天,就會全部裝滿 所以日本政府就決定要把這些廢水 經過特殊處理之後 再用大量的海水稀釋,排放到海裡面 雖然日本政府保證符合國際上的安全標準 但決定要排放的消息一出來之後 還是引發了各國的關注和緊張 而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 這個核廢水到底有多少遺憾? 處理過後的核廢水,真的跟日本說的一樣安全嗎? 不過,在開始之前 按照慣例,還是讓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知道加入志祺七七的頻道會員 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嗎? 接下來這一分鐘,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頻道會員福利 首先,最常被提及到的 就是每個月一次的議題許願池 成為會員的你可以在這裡提案感興趣的主題 並且跟其他會員交流討論 回想最高的幾個題目,團隊會特別開會討論 從中挑選我們也覺得很棒的題目做成影片 再來還有政治不正確的企劃真心化 團隊的企劃們每個人每個月都會分享一篇 聊聊他們分析議題的思路、放不進影片的遺珠內容 甚至是辛辣的回覆觀眾的留言 此外,在加入會員之後 你的每一則留言都會顯示會員專屬的徽章 還可以在首播聊天室跟影片留言區裡面 使用七七會員專屬的表情符號 而最後,除了剛剛這些福利以外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加入會員所給我們的支持 可以幫助我們獲取更穩定的收益 繼續製作更多重要的時事跟社會議題影片 你可以在這幾個地方點擊加入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能加入自己七七的頻道會員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不方便加入會員 也可以直接斗內支持我們 歡迎你加入我們,成為一起推廣重要議題的夥伴 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 首先,我們要先來了解一下 這次日本宣布要排放的核廢水,到底指的是什麼? 一般正常運作的核電廠排出來的廢水 其實是用來冷卻核反應爐的冷卻水 而且正常來說,不會有放射性物質 那為了要避免放射性元素跑出去 所以核能反應爐的冷卻系統會設計成兩大部分 一個是在內部循環的爐心水 另外一個是外部管路的冷卻水 那以一個正常運作的核電廠來說 會排出去的就是外面管路中的冷卻水 而它因為沒有接觸到反應爐 所以其實並不會把裡面反應爐的放射性物質帶出來 不過,雖然這個冷卻水沒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染 但因為它的溫度比附近的海水高 所以會另外產生肺熱的問題 長期排放的話 就容易影響到附近海洋動物的生長 像是以前核二廠曾經傳出身體異形的碧鯛魚 就被中研院的學者證實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不過,福島核廢水的狀況就不一樣了 福島的狀況是因為反應爐破裂,讓地下水流進去 接觸到裡面的燃料殘渣 使得這些水變成帶有多種放射性元素的核污染水 日本政府說,這些污染水在排放到海裡面之前 它們都會過濾掉裡面的放射性物質 變成處理水之後,才會排放到海中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日本用的過濾處理是什麼樣的技術? 可以確保處理水裡面沒有放射性元素嗎? 在核污染水裡面,有非常多種的放射性元素 例如像是色和絲的同位素 如果排放這些放射性元素的話 不只會傷害環境,也會傷害人體的健康 以色來說好了,可能會影響到肝、腎和肌肉細胞的健康 而絲則會累積在骨骼中排不出去,持續傷害身體 日本用來過濾污染水的技術 用的是叫做多核種除去裝置的過濾器 可以過濾掉62種放射性物質 包含剛剛提到的色和絲 不過,唯一沒辦法處理掉的,就是氫的同位素穿了 穿因為性質跟氫太接近了 所以沒辦法從污染水當中分離出來 因此也會有人叫做含穿處理水 那穿這個放射性元素到底有多危險呢? 事實上,在自然界當中,本來就存在微量的穿 而且,雖然穿它具有放射性 可是只會放射出微弱的β射線 只要用薄薄的一層塑膠或是人類的皮膚,就可以擋住它 而即使不小心攝取到含有穿 在人體內代謝的半衰期,大概是10到12天 很快就可以被人體排出 每天大量喝水的話,還會縮得更亂 因此,它的危險性 其實也遠低於剛剛提到的其他放射性元素 日本政府和東電都拍胸脯掛保證說 他們排放的處理水一定不會有問題 同意表示,他們預計要把處理水稀釋到川的含量 是日本核電廠排放標準的四十分之一 也就是每公升1500貝克,才會排放到海裡面 而且這個濃度不只比日本國內的標準低 也比很多歐美國家的排放標準都低很多 如果跟WHO飲用水標準相比的話 也只有七分之一的濃度 再加上前面講的,含有川的水很快就會被排出 就算不小心喝到,風險也不高 因此日本政府認為,這個濃度對人體的影響很小 不會造成健康上面的問題 不過,也是有很多人對日本政府的說法並不買單 不相信日本政府跟東電說法的人 主要的質疑聲音有兩種方向 第一個質疑是,雖然日本政府和東電說 會把處理水稀釋到很低的濃度 風險應該算是非常低 但是川並不是對人體完全零風險 所以沒有人知道 長期而且持續的排放穿到海裡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個質疑是針對東電處理污染水流程的不信任 因為過去幾年,福島核電廠的處理水 曾經發生過放射性元素超標的問題 照理說,污染水過濾之後 放射性元素應該是要過濾得很乾淨 但是2017年的時候 處理水裡面還是驗出了點和絲的嚴重超標問題 此外,綠色和平日本辦公室也表示 他們取得了東電內部洩漏的文件 發現東電自己也知道,即使污染水處理過 也沒有辦法把川以外的放射性元素 減少測不到的程度 那這樣就算是大量的稀釋 放射性元素還是可能會影響到海洋環境 以及我們人體的健康 根據元能會的報告 因為洋流的關係 日本排放的處理水 有很高的機率會擴散到台灣附近的海域 但是影響會有多大 還是要取決於日本排放福島電廠處理水的方式 像是排放頻率、排放濃度、排放季節 還有排放位置距離岸邊多遠 是在海洋的表層排放,還是深海裡面排放 這些都會讓影響程度有滿大的差異 而根據海洋大學環境資訊系的模擬 福島核電廠的處理水,如果每天都連續排放的話 這些水會沿著黑潮向東擴散到北太平洋 最快一年半的時間,就會影響到台灣附近海域 而在連續排放4年之後 核處理水會擴散到北美的西岸 在7年之後,整個北太平洋都會受到影響 也因此,有很多國家都對日本表達了抗議 目前,有很多國家並不覺得 日本想要排放的處理水很安全 包含中國和韓國都對此表示強烈抗議 俄羅斯表示嚴重關切 而台灣外交部也轉達了原能會的立場 反對日本把處理水排放到海洋當中 而在日本的國內,也有許多反對的聲音 有一部分人反對的原因 是跟前面綠色和平的立場接近 認為政府低估了核處理水的輻射值 而另外一部分的反對意見 主要是來自日本的漁民 他們認為,日本政府都還沒有跟大眾溝通清楚 就決定要排放寒川處理水 無論它會不會傷害健康 一定會讓漁業產品越來越難賣 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 而對於海洋漁獲的輻射暴露疑 台灣這邊,原能會預計 未來要建立完整的海域輻射監測系統 而農委會也會加大監測 臨近海域的漁獲輻射檢驗 如果有造成漁業損失 將會向日本抗疫求償 不過,有這麼多反對的聲音 為什麼日本政府一定要排放到海域? 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實際上,2016年 日本政府曾組成專案小組 來評估寒川處理水該怎麼辦 當時還提出了另外四種做法 分別是把處理水注入到地層中 或是加熱蒸發到大氣中 或是把處理水電解成氫氣排掉 或是把它埋到地底下 不過他們的評估,這幾種做法的成本都非常高 像是加熱或是電解都非常耗費電 而把這個寒川處理水注入到地層中 或是埋到地底下,也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相比之下,用海水來稀釋寒川處理水 算是最有經濟效益、執行的難度和風險也比較低的做法 也因此,日本政府考慮了幾年之後 最終選擇了排放到海裡的方案 我們覺得,雖然日本的做法在科學上看起來都是符合規定 甚至是比國際標準更嚴格 但是大家還是很不放心的主要原因 很有可能是管理福島電廠的東京電力公司 過去發生過太多疏漏的關係 使得日本民眾還有各國都對東電的信任感很低 像是2011年地震之後 東電就曾經違反規定排放過多的低污染費水到海裡 而在2013年還承證,他們讓300多公噸的污染水泄漏到太平洋當中 這些事件加起來,讓日本民眾還有世界各國 都對東電還有日本政府相當不信任 那某種程度,這就像是福島地區的濃郁產品一樣 即使是這個輻射檢驗結果都是正常的 但很多人也還是會覺得有疑慮 而以這次的事件來說,川是一個更特別的存在 它的危險性3M比較低,但是長期排放之後 也沒有人可以確認影響會有多大 所以大家會對日本的做法,感覺很擔心、很焦慮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反應 那麼覺得,既然日本的問題是缺乏信任 那最好的辦法,或許就要引入公正的第三方監督單位 才有機會贏回大家的信任 像是最近國際原子能總署 他們就有表示,他們會派人進入調查 而韓國也說會派人一起加入 了解日本規劃的核廢水處理流程 確保排放到海裡的水,真的是足夠安全的 我想,這或許是一個蠻好的方向吧! 好的,那今天我想要來問問大家的是 你覺得日本想要排放福島那些快爆滿的廢水 怎樣做,你才會覺得比較放心呢? A 國際組織的調查團隊介入,確認安全無余 我就會相信他們 B 如果台灣能派專家加入調查 我會對調查的結果更加信任 C 有了WHO的經驗 我對於國際組織的調查都不是很放心 提及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日本核廢水會帶來哪些影響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兩年前我們針對反核實共同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